第141章 我要欧拉你20分钟 呸 哈士奇呸了一声 将一口浓稠的血痰吐在地上 艰难地靠在墙壁上喘了两口气 特里希诺 赛提的尸体已然不成人形 他当然不会束手就擒 但是赛提如今的大仪式还没有结束 他不能随意行动 也不能离开这里 他甚至将自己的灵魂 都已经事先转移到了弗雷德里克的尸体中 这意味着 他的神术和要素都无法使用 也无法展开新的仪式 失去了要素的特里希诺 甚至已经失去了自己那能够洞彻未来与梦境的神之眼 在噩梦中的他 能够察觉到 安南与哈士奇来自噩梦之外 来自未来 甚至能够看到 安南是天车之术的持有者 但如今站在原地的 不过只是套着特里希诺皮的AI而已 他不能移动 只能依靠法术反杀贾斯特斯 我他妈打人机还是没问题的呀 兄弟们 只要能将贾斯特斯打昏 再度把他丢回到仪式中 这一切就还能弥补 但失去了要素与神术的特里希诺 实在是太弱了 或者说贾斯特斯太强了 即使是对超反者完全不了解 也没有什么战斗经验的哈士奇 也能利用这具身体对抗黄金阶的超反者 通过哈士奇的双眼 玩家们也是第一次见识到了 哪怕不能移动 不能使用要素 除了法术外什么 都不能使用的黄金阶超反者 到底还有多少力量 那是能将目前所有的玩家 轻易杀死无数次的程度 皮肤开炼 被瞬间包除 脊椎如树般疯狂生长 刺穿胸口与头颅 头颅如气球般漂浮起来 随后爆炸 内脏被隔空摘除 整个人化为石像 但这些攻击 在贾斯特斯面前 几乎没有任何用途 即使头颅被拔除 也不会立刻死亡 内脏都被摘除 也能再度生长 在哈士奇倒下放弃之前 贾斯特斯完全无法被阻止 玩家们也终于意识到 为什么特里希诺 要用噩梦这种方式 绕一个大圈 不惜编织悖论攻击 来杀死贾斯特斯 作为伤害吸收者的不落之盾 他的全部超凡能力 都用来增加自身的不死性 贾斯特斯的身体 强大到特里希诺的这些攻击 甚至都不能让他感觉到疼痛 即使坠入熔岩 或是被山峰压在身上 也不会死去 唯有能够吸收足够多的伤害 才能将他人救活 想要做到这一点 唯有自身的抗性 和生命力足够强大 才能做得到 而只有痛绝麻木到了一定程度 才会愿意使用这份力量 拯救他人 这也是为什么 贾斯特斯身中束刀 最终却依然还是自杀的原因 只要贾斯特斯还活着 这些攻击 根本不能在他身上留下痕迹 那些伤势 只能是在他死后留下的 并非是因壳边施 而是特里希诺要确定 他真的已经死掉了 从之前贾斯特斯 对安南的话来判断 贾斯特斯对赛提 显然也是有恨意的 只是顺位并不够靠前 结果在真实的历史上 贾斯特斯还没来得及 对赛提出手 就已经被赛提坑杀了 甚至直到他死去 化为噩梦之后 也依然不知道 自己究竟是为何而死 哈士奇如今挥出的拳头 无疑也有贾斯特斯本人的意志 这里毕竟只是噩梦 发生的一切都不是真实的 所以哈士奇甚至没有 必须杀死赛提的欲望 也没有必须活下去的需求 只要他死去 任务就算是完成了 不一定非要自杀 无欲则刚 既然哈士奇不需要杀死敌人 也不需要从敌人面前生还 甚至不用规避攻击来避免疼痛 那么他所要做的 就是打爽而已 哈士奇最大的优点 就是他足够投铁 一拳一拳 轰击在赛提的身上 二十分钟过后 承受了足以将血条 清空六十余次攻击的哈士奇 还是用乱拳 直接打死了特里希诺 即使这是在噩梦中 毫无意义也是一样 真是抱歉啊 哈士奇随口说道 并非是对特里希诺 而是对贾斯特斯 你的身体 已经被我用到残破不堪了 不过我觉得 你应该不会介意的 他在心底默默地说道 哈士奇对这个素未谋面 至今也仍然不知道 到底长什么样的陌生人 莫名多了一份好感 他用手将多余的增生牙齿掰断 随手丢在地上 这是因为在贾斯特斯的牙 被打断了一半后 他又增值了新的牙齿 但是他原本的牙 还没有完全掉落 哈士奇又吐出一口血痰 畅快地松了口气 他抹了抹自己脸上的血痕 这里不久之前 他的头颅整个被横着切开 但那穿透性的伤害 眨眼间便被治愈 只留下了些许血污 当哈士奇用手抹掉这血痕的时候 他脸上的伤痕 不知何时也已经消失了 莫慌 兄弟蒙 哈士奇渐渐地笑着 你们就不好奇 这里的藏书吗 难得能在噩梦中到这种地方 让我来翻一翻有什么好东西 路平组斗 准备好啊 只是很可惜 这里似乎不是特里希诺的巫师塔 哈士奇四处搜索了一下 也没有找到他记忆中的那个大型图书馆 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 这里似乎是特里希诺 专门用来举行仪式的一个临时据点 因此也不是完全没有神秘学书籍 至少哈士奇已拆家的动静 扫了半个小时之后 还是从废墟中找到了三本书 一本爱菲克特所写的《论苍白》 一本哈士奇在噩梦中看到过的 《相似绿与玉之梦》 以及一本哈士奇连书名都看不懂的 书页的触感如同鹅一般 沾满粉尘的枯黄宝本 保险起见 哈士奇先把自己看得懂得两本挨个翻开 虽说完全没有看过攻略 但看着弹幕的指挥 哈士奇从善如流 他低着头 自己根本不看 只是闭着眼将书页一页一页翻过去 让陆波族那边截图 再拿去现实里印刷出来 两本书的厚度都不算厚 很快他就全部翻完了 他很快拿起了那本连书名的文字 都看不懂的书 在他将那本子打开的瞬间 哈士奇的动作却突然僵住了 他的皮肤眨眼间变得枯黄 干扁 失去了生机 他整个人就变得衰老 眼神瞬间变得暗淡无光 周围的世界都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昏黄 腐朽 就像是挂上了老相片的滤镜一般 毫无声息的 他的屏幕顿时一黑 紧接着 安南眼前闪过一道光幕 噩梦已进化 咦 哈士奇怎么死的 安南有些惊异 第142章黑屏打赏过分了 噩梦已进化 已指定身份进化 噩梦 评价提升 击杀时梦者 评价提升 在第一次进入此噩梦时便完成进化 评价大幅提升 得到了悲剧作家的认可 评价大幅提升 完成了一次强效进化 评价大幅提升 综合评价 S 代行者获得公共经验18000点 感知 加1 一是执行者 你获得其中一半的经验奖励 代行者得到副本通关奖励 要素理解的适应性5% 隐藏要素已破解100% 可领取第一阶段奖励完成度90%时获得 可领取第二阶段奖励完成度100%时获得 得到副本解密奖励 要素 智慧觉醒深度上升20% 要素理解觉醒深度上升20% 因代行者尚未成为超凡者 要素 智慧觉醒深度上升20% 要素理解觉醒深度上升20% 奖励转移至仪式执行者 你 噩梦已终结 基于噩梦的特殊成因 你得到了悲剧作家的圣光印痕 镜中人对你非常满意 你得到了镜中人的20枚圣光印痕 当前总印痕 120悲剧作家 34银爵士 20镜中人 8神秘女士 6基金女士 四雅翁一敲钟老 那些突然增加的 散散碎碎的圣光印痕 是因为几个月过去了 之前 玩家们在各地成功进化的噩梦 以及他们在地下世界进化的这些噩梦中 终于有一些被彻底进化了 在噩梦彻底被进化之后 圣光印痕就会被结算 安南突然有种预感 随着玩家数量的不断增加 以后自己的圣光印痕 可能会花不掉了 倒也不知道 赢爵士或者老祖母会不会生气 毕竟圣光印痕的本质 是古权凭证 指的是净化噩梦之后 流入到神明领域内的那些诅咒 那些诅咒的根本所有者 依然是净化掉这些噩梦的圣职者 足其一直持有到他们死去为止 神明会帮他们持有这些诅咒 免费转化成 他们所能轻松利用的力量 如同他们自身拥有这些诅咒时 所能拥有的力量一样 这也极是圣职者的神术能力 恒定能力和额外能力 他们可以持有超凡力量 却不用担心 身上累积的诅咒和咒服 换言之 假如持有某位神明的圣光印痕 也可以视为他随时可以成为 这位神明事实上的圣职者 并非是所有人 都有能够沟通神明的才能 事实上 大多数人的祈祷 神明根本就听不到 因为他们的意志过于脆弱 精神又太杂乱 不通过仪式或是场地的增幅 声音根本无法传达到神明那里 除非在教堂之类的地方净化噩梦 否则没有成为圣职者才能的人 在净化噩梦之后 也都不会得到圣光印痕 所以最开始的时候 达里尔主教才会对安南如此客气 因为持有银爵士圣光印痕的安南 随时可以成为银爵士的教士 成为圣职者的才能 可比成为超凡者的才能稀少得多 第三季以前的超凡者 都是同时间修圣职者与仪式式的 只是后来因为人类 不能像是精灵一样 轻而易举地成为超凡者 而需要花费一定的精力来钻研超凡之道 为了不分散精力 后来这三条道路才渐渐分开了 彻底进化噩梦会增长神明的力量 而祈祷和信仰则不会 确定噩梦出现的领土 也是正神教区的存在意义 但在教区的边缘地带 尾神亲自加工或是参与过的噩梦 也是能偷偷拿走这部分的超凡力量的 不同之处就是正神是流水线作业 而尾神只能手工雕琢 不过尾神发放圣光印痕 也不会像正神教会那么严苛 一般来说 看某个人顺眼就随手发了 或是想要快速养起来一个人 也可以通过投入大量圣光印痕来催熟 比如说 镜中人给予安南的20个印痕 就来自于这里 而那些没有圣职者的才能 无法沟通神明的超凡者们 他们进化噩梦之后 那些无法被吸收的烈性诅咒 就被最近的正神全部拿走了 玩家们 当然不会人人都具有圣职者的才能 能够就职圣职者的 到目前为止依然是少数 然而在规则上 玩家们被天车之书的力量召唤来 便被判断为 是安南从异界呼唤的召唤物 既然如此 哪怕是靠着安南的面子 时而正神也不会白嫖他们 而是会按标准来发工资 但也因为 玩家们被判断为是召唤物 这意味着 除非安南主动赐予 他们圣光印痕 否则所有的圣光印痕 都会默认流入到安南这里 如同两个公司在交易 所有的款项 是直接走工对工 而不是由另一个公司 挨个发给这个公司的员工 这也很不礼貌 甚至算是僭语 从这点来说 安南也意识到 自己似乎已经被神明们 视为是平等的存在了 当然 最让安南感觉到意外的 还是那足足120条的 悲剧作家的圣光印痕 他其实完全是可以不讲究的 直接收回这部分圣光印痕的 因为诅咒回流 才是默认 自动的 而圣光印痕这种重要的东西 一直都是手动发放的 无论是正神发放给教诲 还是发放给噩梦进化者 亦或是伪神们拉拢亲信 培养信徒 它都是非常重要的资源 它的本质 就是神明的力量本身 一枚圣光印痕 所能兑换的力量 大致来说就等于它的实际价值 毕竟凡人是有寿命的 有先期的东西就没有那么贵 而在圣职者的新手期 圣光印痕所能兑换的神术 甚至要稍微高于它的实际价值 用于给他们保命 由此可见 悲剧作家看到自己的教宗 被捶死这一幕有多害 他直接把构成这个噩梦的力量 全额给了安南 如今安南也意识到 这种超过100次进化次数的噩梦 大概率是神明亲手编织的 因为一个两个凡人的全部诅咒 并不足以支撑发放这么多次奖励的经验奖励 圣光印痕当然是比经验要贵重的 安南还记得 老面包那覆盖半身的圣光印痕 被巨线化石 就算是他也能感觉到了异常的神圣 只是注视就会感觉到强烈的眩晕感 那是一出的诅咒 当时老面包身上的圣光印痕 也就是200多条 而老面包大概率是赢爵士某一代的教宗 他存了一辈子 也就是这么个数量 简直绝了 不知道的人 看到安南身上 这代表了悲剧作家的 密密麻麻的圣光印痕 恐怕会以为 安南是悲剧作家的书记主教 或是教宗吧 突然 安南眼前平白无故闪过一道光幕 海骨公对你非常满意 你得到了海骨公的石眉圣光印痕 这有你什么事 安南下意识脱口出 您这黑瓶打赏 有点过分了呀 第143章 千面换塔 自己好端端的 没有干什么事 也没有净化什么噩梦 就被海骨公 突然隔空打赏了石眉圣光印痕 这就让安南非常困惑且茫然 虽说这个噩梦 的确有不少关于背叛的要素 但这个噩梦的进化者 又不是安南 您老人家不干正事 跑着来看我的转播 顺便还给了一发虚空打赏 从镜中人给那边的奖励来看 这打赏数额还不少 足足有镜中人的一半了 这是不是有哪里不对 您不会真想 让我当教宗吧 安南面露复杂之色 别说 安南还真的是背叛天使安吉罗的 盛气持有者 从事实上来说 他就是海骨公二分之一的教宗 尽管他自己并不想接这个活 从里屋察觉到 仪式已经结束了 奈菲尔塔利这才走出房间 他表情有些复杂 妄想安南 奈菲尔塔利低声询问道 结束了吗 一切都结束了 安南如此答道 他看着眉头紧缩 有些拘束的奈菲尔塔利 不禁笑了出来 你不必如此 这不是你的问题 他甚至与你完全无关 安南还不至于把所有与特里希诺 稍有接近的人 都硬生生推到另一边 尽管奈菲尔塔利 至今仍然将特里希诺 成为老师 但他们并不是一伙的 奈菲尔塔利 本身也是无辜者 他同样也是被利用的人 只是他与特里希诺的感情 更深一些而已 即使知道 自己可能被特里希诺利用 甚至欺骗 但他一时之间 也无法完全忘却那份失生情 这很正常 如果他能眨眼间 便完全抛弃旧情 安南反而要警惕他了 倒不如说 一切都刚刚好 预估者赛提 也就是徽教授 他同样也是如今的狼教授 体内的灵魂 安南缓缓说道 他们两个是同一个人 但并非是在使用同一个名字 你明白我什么意思的 我明白 奈菲尔塔利轻轻点了点头 他甚至知道的 比安南还要更多一些 偶像巫师 自我切分了一部分的名字 这并不是特里希诺 赛提的首创 甚至并不麻烦 只是想要将切分出去的名字 依然能活下来 反倒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件事 正常来说 被切分出去的名字 就会成为一个失去 生机的咒物 本人可以随时使用这些咒物 来自我切换心智 他犹豫了一下 还是下定决心 老师他 其实不是土生土长的地下人 奈菲尔塔利轻声道 他是从教国长大的 并且是从切面换塔毕业的 在他还是白银街大巫师的时候 还在里面担任过几年和官 切面换塔吗 安南微微皱起眉头 低声南南道 怪不得 他知道 切分名字和身份的那个法术 就传承于切面换塔 这是主要教导偶像学派 和塑形学派的巫师塔 但他并非作为巫师塔而出名 除了巫师之外的其他超凡者 与普通人 都称其为谎言之塔 而这个巫师塔的学徒期 格外的漫长 只要不进阶到白银街 就始终是学徒 而到了白银街 也要 为巫师塔服务数年才能离开 那是如熔岩镜塔般危险的巫师塔 与切面换塔比起来 仅仅只是存在于充满爪气的 独爪深处的泽地黑塔 甚至已经算是安全区了 除了泽地黑塔 翠玉塔和湛蓝钻塔之外 其他巫师塔 或多或少都有些危险 最危险的 就是破坏学派的最主流传承 熔岩镜塔了 熔岩镜塔的学徒 如果离核心区太近 就随时可能被高位巫师的法术鱼波炸死 而如果离得太远 又可能被活化的岩浆元素 舔尸吞没 甚至上课的时候 也可能会有某位同学 突然若有所误 然后就炸了 而和这位开悟的同学 坐在一起的同学 死得也会很随机 千面幻塔 不像是熔岩镜塔中一样 那么危险 但也相差不多 那是传承着智慧的暗面的巫师塔 导师 或者说和官们交给学徒的 不只是法术 还有阴谋 诡计 谋杀 欺诈 在那里 不只是作为教学机构 同时也是娱乐场所 吸引着许多 渴望着逆天改命的赌徒前往 那是能够将自己的运气 受命 忠诚等虚幻等物 作为赌注或是奖励 而与他人进行对赌 或是交易的人生赌场 除了完全禁止 任何形式的直接攻击外 无论是用仪式来诅咒对方 用夺魂法术 增加他人对自己的好感与信任 或是用塑形法术 变成另一人的样子 用先知法术预知未来 以及其他在赌局中出千的手法 只要没有被对方发现并揭穿 那么都是被允许的 千变幻塔 只有三个绝对的规则 第一 每次赌局的筹码必须等值 也就是双方的筹码 必须被巫师塔 判断为价值一致 赌局才能进行 且只有学徒能发起赌博 而外来者只能选择接受 或不接受 第二 外来者进入千变幻塔 就必须赢得至少一次赌博 才能离开 而如果外来者的任何一种负债未结清 就永远无法离开千变幻塔 第三 所有从属于千变幻塔的巫师 无论是学徒还是盒官 在千变幻塔那时 都必须戴上面具 这是某种保护机制 只要被他人发现 没有戴上面具 并向塔主检举核实 就会被立刻剥夺学徒 或是盒官的身份 而被视为外来者 学徒随时可以离开 千变幻塔 但离开之后 就不能再回来 而如果学徒进阶到了白银街 就可以选择成为盒官 也就是导师 盒官不能作为发起者或响应者 参与任何形式的赌博的 但每场赌局 都必须有至少一位盒官 作为监督者在场 盒官可以根据三方的事先约定 对胜者进行任意比例的抽成 通常这个抽成在5%左右 但也有少数的例外情况 何官离开千变幻塔时 需要将面具送回 且支付自己 此次迎来筹码的三分之一 作为面具的保证金 下次回归的时候 依然可以领取面具 否则下次回归的时候 也会被作为外来者 通常来说 千变幻塔是巫师学徒们 欺骗外来者 使用智慧掠夺他们的寿命 运气 技艺 技能等虚幻之物 来使自身获得成长的圣地 那是心怀不轨的聪明人们 所向往的地方 但要说巫师学徒之间完全没有欺骗 那也是假的 巫师学徒 同样也可以向其他巫师学徒发起决斗 只要对方愿意接受 依然可以进行赌博 唯一绝对公平的 仅仅只是筹码而已 甚至有几位神明也会在 千变幻塔中游玩 并且同样遵循规则 因为双方提供的筹码 必须等值 除非是上了头 否则这里 对神明来说 还是很安全的 为了防止有神明恼羞成怒 十二 正神之一的好运小姐的叫停 在好运小姐家的后院里 包括悲剧作家本人 也都长期待在千面幻塔之中 伪装成外来者 等待着不开眼的学徒 向自己发起赌局 幻塔学徒之间 自然没有什么同门情谊 学长们也是乐于看这种热闹的 奈菲尔塔利如是说道 悲剧作家通常的形象 就是一位留恋于赌局或是酒局 身穿紫袍 身上满是酒气 面容颓废而邋遢的 中年狼人 如果说 特里希诺 赛提 什么时候开始信仰悲剧作家的话 那只能是在那个时候 第144章 梦宁之乱 不落之日 在那座只有渴望之人 才能看见的幻塔之中 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欺骗 而想要更好的欺骗他人 就要先骗过自己 于是幻塔学徒们 就可以通过一种简单的偶像法术 将自己某部分的记忆和性格 都切除并化为某件物品 而藏起来 这个法术 甚至尚未进阶成超凡者 都可以使用 只是同时能持有的面向上线 与自身的实力紧密相关 通过一定比例的自我切割 他们可以做到精确 可控的改变自己的性格 与思考方式 比如说 70%的恐惧 90%的暴怒 或是50%的贪婪等等 这样就算别人窥视他们的记忆 也不会露出破绽 当别人试探他们的性格的时候 也能非常自然地表露出自己的无害 因为这并非是表演 而是本我的自然体现 每一个身份 都可以用来编织成一个面向 比如说 某个人的某个名字 被人们认为是慈善家 那么他就可以织成一个 慈善家的面向 而这个面向中 是不能储存贪欲 暴墓的 因为这与人设不符 但却可以把自己的怜悯 优柔寡断 与慈悲心 全部储存进去 那么只要本体不使用这件咒物 性格就会变得异常很辣而果断 同理 想要储存自己的恶念 就要先做一个 被人认为是恶徒的马甲 只要能在社会层面上 将两个身份顺利分割 这个法术 就只需要三个小节的吟唱 与一件随身物品而已 某种意义上 大概类似于一种简易的展三式 而到了黄金阶之后 这种切分 就会带来货真价实的力量 像是特里希诺 赛提的这种高级切分 甚至能够让不同的自我 拥有独立的思考能力 如果将不同的马甲 进行切分之后 全部储存在体内 那么就可以变成一个 真正意义上的多重人格者 它可以对同一件事 进行四重 八重 甚至二十几重的分割思考 如同 CPU的运算核心增加一般 这可以大大增加 它同时处理事物的能力 以及提高思维速度 它甚至可以将不同的思想 不同的能力 甚至不同类型的要素 都储存在不同的身份中 通过切换身份 就可以实现人的全能 但是 如果一个黄金阶的偶像巫师 将自己某个具有思维能力的身份 释放出去 那么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当这个身份 进入另一个躯体之后 就可以理解为把它放生了 从此以后 就没有主体与分身的区别 双方的地位是完全相同的 这是最高等级的扮演 弄假成真 虽然之前的石梦者 灰教授 都是一个人 预估者赛提与狼教授弗雷德里克 便已经被彻底分割成了 货真价实的两个人 他们唯一的关联之处 就是拥有一段公共记忆 知晓对方曾与自己是一个人 甚至他们之前的记忆 都不是完全共享的 也就是说 老师那边 可能并不知晓 狼教授那边的情况 他也或许真的是无辜的 这后半句话 奈菲尔塔利并没有直接说出口 不是他担心 这样可能会让安南对他有所怀疑 而是就连他自己 也没有那个信心 能将这种话坦然说出口了 或许就连自己 也开始对老师有所怀疑了吧 想到这里 奈菲尔塔利一时有些失神 倒是安南却是眉头一皱 想到了什么 那本瞬间杀死哈士奇的书籍 是否就是 他从幻塔中赢得的奖品 他正想到这里 哈士奇和十三乡 已然缓缓苏醒 看着自己突然增多的近两万经验 他们顿时有了种 一夜暴富的感觉 一刀罢120耐久的扭曲 及噩梦 砍爆 他们两个 每人都拿到了一万八的经验 这些海量的自由经验 不仅让他们的巫师学徒等级 瞬间提高到了十级 而且在进阶之后 恐怕还能直接推到 接近下次进阶的位置 短期内连续两次进阶 直接飞升到白银街 也不是梦 控制他们进阶速度的 可能只有 拿到进阶条件这一步而已了 说起来 哈士奇 安南突然对着哈士奇 询问道 你最后是怎么死的 你是不是不小心 撇到那本书的内容了 死的时候 有什么特殊的体验吗 其实我没什么印象 引发丹马尾的少女 揉着眼睛 思索着达道 在打开那书的时候 我就感觉什么东西 自己涌到我脑子里了 然后在我意识到 有东西钻进我脑子的草之后 我就什么记忆都没有了 那是过于沉重的神秘知识 哈士奇小姐的灵魂 还没有完成凝结 完全无法承受 那个等级的神秘知识 就在这时 本杰明从里屋走了出来 他沉生道 镜中人 让我感谢您 他的力量 已经确实地取了回来 除了已经支付给您的 圣光印痕之外 他还额外再欠您一个人情 如果有需要的话 通过那面镜子 呼唤他的 任意一个名字都可以 我们都会立刻感到 虽然是哈士奇 与十三相攻略的噩梦 但本杰明教宗 却毫不犹豫地 将这份人情 记在了安南身上 这说明他 恐怕也已经知道了 关于玩家们的一些本质 应该是镜中人告诉他的吧 我知道了 安南点了点头 沉生硬道 他的瞳孔 没有丝毫移动 属于吉兰达伊奥的 沉稳面容 给人以充实的可靠感 他话题一转 不过您说 神秘知识 能告诉我 那是关于什么领域的 什么等级的 神秘知识吗 其实听到这个答案 安南其实是稍有放松的 贾斯特斯的身体强度 实在太过无解 若是这本书 能直接抹杀他的身体 那安南是绝对不敢去 接触的 但如果是因为 哈士奇的灵魂位阶太低 那么安南 就对他稍微有点想法了 在哈士奇搜索东西的时候 安南看到了地下都市的地图 或者说地铁线路 他还记得 那个仪式场的大致位置 虽然可能那本书已经不在了 或是早就被拿走了 但是 万一呢 您对那本书感兴趣吗 本杰明有些讶异 他与怀中的镜子 无声地交流了一下 随后说道 如果您希望的话 镜中人可以为您 直接取来那本书 哇 那倒是不必 安南很快阻止到 我知道他在哪里 只是 稍微有些好奇 他大致是关于什么的 这个人情 用在这种地方 就有点可惜了 那是由额母亲笔所书写的 梦名之卵 不落之日 并非是创世之初的机密 而是由额母 关于他做的一个梦的记录 也是通往其中一个 梦界尽头世界的钥匙 关于一个永远重复着 从日出至日落的同一天 太阳永远无法落下的 异界国度的故事 正如您之前所猜的一样 这是他曾经在千变幻塔中 从额母手中赢得的赌注 第145章 知识之琥珀 由额母亲手写下的 异界级的神秘知识吗 您刚刚说 钥匙 安南不禁有些好奇 是某种类似梦之池的东西吗 假如说梦之池 是用来进入某个噩梦的钥匙 那么 梦宁之卵 只有这一本吗 梦宁之卵 是一个系列 全部都由额母所写 这与额母本身的秘密有关 本杰明教宗代替静中人 向安南低声解答道 他记录着额母所做过的某个梦 但通常来说 神是不会做梦的 神 甚至都不需要 睡觉 答案 似乎已经很明确了 是梦界吗 安南试探性地询问道 额母居然能够主动潜入梦界深处 甚至可以进入梦界比端的其他世界 那是否说明 额母 也能进入玩家们的世界 那么其他神明能做到这一点吗 没错 本杰明简短地答复道 在梦界深处游走 是额母的种族能力 他将这些记载着某个异界的神秘 知识 用他的全能 制成一枚一枚的 固定着知识的琥珀 如同琥珀中凝固着飞蛾 凝固着灵魂 凝固着光一般 看上去以书册的形式存在 但那仅仅只是表象 书册与石碑和泥板 同样是被固化的知识 而与石碑或是泥板相比 它又具有某种保密性与封闭性 就如同封存着飞蛾的琥珀一般 它如此达到 对着光源 就能见赏琥珀中的飞蛾 而无需将琥珀敲碎 这本书同样是不需要看的 因此 它里面并不存在文字 只要将其打开 知识便会自然而然地涌入头脑 因为那是意见 以本世界的文字和词语来形容 便必然会出现误差 本杰明解释道 而既然采用了直接传入灵魂的方式 那么自然不可能考虑到 个人的承受能力 以此来约束传输速度 这本身也是筛选资格者的基本原则 甚至在同一文化圈的不同国家中 都会出现某个事物 无法翻译的特殊情况 而一些有着特殊历史的背景的专有词汇 更是如此 如果不了解背景 就无法了解词语本身的意义 而跨越了整个世界 若是将某个词语进行翻译 便会出现更大的谬误 如同玩家们的昵称 实际上一直以来都只是发音而已 他们平时说话 看书时都会自然而然地理解 这个世界的言语和文字 但唯独昵称并不适用于这一点 无论是原住民看他们的昵称 还是他们看原住民的名字一样 都不会给予翻译 因为昵称或者说名字 实际上是信息量最大的东西之一 甚至进入其他国家的服务器时 都会不理解他们的昵称到底是什么梗 更不用说在听到外国人的名字时 便理解它具有什么寓意了 在本杰明的解释下 安南很快听明白了俄姆的手段 与安南的天车之书相似的同时 还稍有不同 实际上 俄姆是深度采集了 那个世界的情报与资讯 而制作了一个异界的副本 以梦的格式保存 不是游戏副本 而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件副本 不是真让所有打开这本书的人 都直接被拉入到那个世界中 那无异于谋杀 灵魂的强度如果要能穿越梦界 抵达梦界深处 黄金界以下的超凡者是 绝对不可能做到的 只有已染色的灵魂 才能进入梦界而不迷失 所以俄姆实际上 是让打开这本书的人 如做梦般进入到另一个世界中 那个异界 已经被俄姆进行了采样 他排除了所有无关的 扰乱性的线索 所留下的都是主干 也可以理解为主线 用更简单的方法来说就是 他用异界的知识 制作了一个又一个的单机游戏 这让安南立刻联想到了 自己 他的天车之书 某种意义上 与梦宁之卵 真的有些相似 同样都是 在梦中进入其他的世界 不同之处就在于 安南所做的是 网游 是能够连接 有世界主线在进行 还有资料片在不断变化的 而俄姆所制造的梦宁之卵 就是用其他的世界作为题材 制造了一个又一个 不再继续更新 也不再产出 DLC的单机游戏 一般人 尤其是灵魂 都没有凝结出来的仪式师们 是不可能通过梦界 来进入其他世界的 而梦宁之卵 则提供了这种可能性 当然 也仅仅只是可能性 本杰明如此说道 也可以称之为 异界级 噩梦 比扭曲级 还要更加高级 也更加危险的噩梦 因为在里面死掉的话 就是真死了 为了不让梦宁之卵 成为谋杀者的戾气 它只能用来通关一次 或是进入十次 而不能永久使用 因此 它 梦宁之卵 通常也有极为苛刻的准入条件 如果条件不够的话 就会在大量异界 及神秘知识 灌入的瞬间 灵魂被直接撑破杀死 甚至不会损失次数 可你刚刚说 仪式师也能使用 梦宁之卵 安南疑惑地询问道 仪式师的灵魂强度 应该和哈士奇大差不多呀 哈士奇当时甚至使用的是 贾斯特斯的身体 但在他打开这本书的瞬间 也被其中的 神秘知识所周杀了 因为需要一定强度意识的保护 就如同保护噩梦中 灵魂的仪式一样 就只有要素之力和真理之书 所以 如果连异界及知识 构筑的保护仪式 都无法使用的话 就不被评判为 有资格使用这个咒误 所以 仪式师们需要先获得 一个异界及以上的神秘知识 用来构筑自我保护仪式 然后才能打开这本书来 获得新的异界及神秘知识 听到本杰明这话 安南的表情有些微妙 他恍惚间想到了一个 我打不过BOSS 怎么办 去升级呀 但我升级就需要打BOSS 那就去打BOSS 但我打不过BOSS 去升级的表情包 除此之外 他还要求初次进化率 初次进化率 就是最近三个月内 初次进入噩梦时的进化率 这是圣旨者们进阶主教时 所要考核的主要数据 因为异界级的噩梦 非常危险 本世界的 几乎所有底层力量 都无法生效 又无法使用目标世界的超凡力量 同时又无法呼唤神明 强制中断噩梦来逃离 要先生 每天凌晨的强制驱散 也不会生效 只能达成目标后离开 而一旦死去 就会真正死亡 所以 就算能够承受 这份神秘知识 也仅仅只是获得了 这些知识的试用版 想要真的进入异界 来获得完全版 就必须在最近三个月内的 初次进化率 达到90%以上 很显然 特里希诺 赛提不太配 他可能持有异界级的神秘知识 但想要初次进化率 达到90%以上 除非他只进化一次 且正好成功 否则不太可能完成这个标准 所以他应该还没来得及 并不是所有人得到梦宁之乱 都是为了进入异界 能够持续性铲除异界 及神秘知识的咒物 本身也很有价值 用钥匙来刺杀敌人吗 如果可以的话 为什么不呢 本杰明反问道 可以 有道理 我被说服了 安南心想 第146章 不如给悲剧作家打个电话 在再度警告过安南之后 本杰明便带着他的神 一起从镜子中离开了 安南能够理解 本杰明 这看似中立实则劝退的解释 实际上是一种善意 是为了防止他乱用梦宁之乱 这种危险物品的善意警告 所以他才会不断重复使用 梦宁之乱的门槛有多高 里面的异界有多危险 而没有跟安南具体说 从里面可以得到什么 但既然特里希诺 赛提会通过赌博的手段 从俄姆手中得到这本 梦宁之乱 那就说赛提其实已经心动了 赛提当年会愿意为这个赌注 而接下了那场与正神进行的赌局 并且在这之后 也没有选择将其变卖出去 而是随身携带 直到他准备舍弃 食梦者这个身份时 那就说明他已经为了使用 梦宁之乱 而做好了准备 也就是说 赛提认为这是一个好东西 那么 从中获得的奖励和所得 也绝不可能少 本杰明也跟安南提过 现存于世的梦宁之乱 并不多 因为会被俄姆制成琥珀的 异界知识 本就不多 他因为种族特性 而所见到的异界是很多的 但精彩到 能够让他希望能保存下来的世界 却也没有那么多 对俄姆来说 花费力量 特意制造梦宁之乱的行为 大概就类似于 制造标本 或是模型 用来保存建国的稀有之物 他当然 不需要拿它去卖 也不会把这种极为危险的东西 送给自家信徒 只有极少数的情况下 才会把它作为奖品 或是奖励 赠予外人 根据本杰明教宗的说法 目前已知的 明确尚未被使用的 梦宁之乱 应该只有三四本 算上可能已使用过的 历史发放总数量 也仅仅只有七本 甚至当年有一位圣者 都在异界中不幸身亡 而十二正神教会 一直以来都禁止 圣职者们 使用一切 可能进入其他世界的道具 其中自然也包括 梦宁之乱 不过 安南想要这本书 其实倒不是为了 想从异界中得到什么东西 毕竟安南的能力发展线路 非常稳定 他有一本快极其乐的真理之书 还有不止一枚圣海骨在认可期 他没有必要使用 梦宁之乱 去冒险得到什么 他只是想要体验一下 或者让某位幸运的玩家体验一下 使用梦宁之乱 穿越世界 与使用天车之书 穿越世界的不同和差异在哪里 通过这种手段 安南认为自己 应该可以反向推断 天车到底是什么 以及天车之书 到底代表了什么 这对于他掌握真理可能有用 不过也仅仅只是可能有用 和相当感兴趣的程度而已 还没有到动用近中人的人情 也要拿到的程度 毕竟就算拿到了 安南也没有那个能力使用 近中人之前升华仪式的时候 就欠了安南一个人情 现在再欠一个 问题也不大 可以说 这是自家养出来的神 也不用担心人情 积成仇 姑且不说 近中人不是那种人 而且安南也算不得什么 凡人 有老祖母和银爵在 近中人可不敢积恩成仇 随着安南越来越强 地位越来越高 他巴不得与安南多产生更多的联系 虽然安南也不知道 特里希诺 赛提到底薅了近中人多少力量 但显然也不可能少 因为近中人给的太多了 圣光印痕不是一次性的租建 而是永久性的力量 而且是固定单位 无论是银爵士的 还是苍拜公主的 一条就是一条 只是这一条在不同的神明那里 能换到的东西 是不一样的 这与每位神明 各自的经营理念有关 有的 神明可能更倾向于 让圣职者兑换神术 增加他们的长期能力 放长线 来培养未来的年长者 但也肯定有伟神鼓励信徒 用圣光印痕 兑换性价比更高的 临时能力 用来快速回本 毕竟圣光印痕不是钱 而是终身制的股票 如果用来换了神术 或是永久加持 那么只要信徒不死 这部分力量 就始终是他们的 但如果 信徒选择了临时能力 那么哪怕神明吃亏一点 给的更多 然而 他们拿回这些圣光印痕的时间 也大幅缩短了 还有的 神明 比如说 纸基 食妇和渊伟侯 会直接选择用圣光印痕 来兑换相应的帮助 以更短的周期来回本 比如说 用圣光印痕购买纸基的话 甚至可以花更多的圣光印痕 来定制自己想要的话 或是让食妇帮忙 免费建造巨大 宏伟的宫殿 再或是让渊伟侯 代替自己与他人决斗 一口气 给出20枚圣光印痕 对于刚刚成神 没有什么信徒的尽中人来说 已经是一笔很丰厚的财富了 如果用它来制造圣职者 能够多养出来20个圣职者 这就是20家圣堂 或者说 20座分矿 每一个圣职者 每个月 完全收回成本 而尽中人目前的圣职者 除了教宗本杰明之外 安南还真不知道 有哪几位 创业哪啊 创业七神明也很难 这起步阶段 平白送出来的20个圣光印痕 与悲剧作家 那原本就该全额给 安南的120枚圣痕 虽然客观来说 的确差了好几倍 但其中的意义却是不同的 倒不如说 悲剧作家 能赞助这么多的力量 来构建这个噩梦 反而是让安南很是意外 120枚圣光印痕 安南推测 恐怕特里希诺 窃取静中人力量的仪式 最后还是失败了 是悲剧作家 亲自出手 用同等规模的力量 来换取静中人的力量 从这点来推断 安南估计静中人 大约有相当于 120条圣光印痕的诅咒 被锁在了这个仪式中 这对于一位新神来说 已经不是一个小数目了 静中人能给安南讨回来的债 接近20%的抽成 的确已经很有意思了 所谓投桃报李 安南 也的确拿着这些圣光印痕 没有什么用 他已经看过 静中人的神术列表了 静中人这里能够买的神术 更多的是幻术 镜像 分身 前行 最有价值的是静面移动 一种超长距离的 需要事先安装的传送阵 但是这毕竟是传送阵 而不是自己传送过去 谁用不是用呢 玩家架个传送阵 我来蹭一下 问题也不大吧 对安南来说 静中人的神术列表中 都是没有什么太大价值的神术 至少都有可替代的神术 或是仪式 而对玩家来说 就不是如此了 自己的镜像 敌人的镜像 场地的镜面化 这些战斗风格 还尚未成型的玩家们 如果拿到了静中人的神术 说不定会有更多的灵感 安南计划 挑选一些玩家 找个借口 送给他们一人一两条圣光 印痕 只要有一条 就能直接转职圣职者 还不占用职业槽 有两条的话 还能留出一条来购买神术 当然 主要是送进中人的圣光印痕 还能给他顺便扩容一下圣职者池 虽然可能会大幅降低平均前程度 但是玩家的工作热情 还是值得信赖的 他们什么都可能懒 但刷本 刷新本 刷新的牛逼 本是不会懒的 而海骨公那十条圣光印痕 安南是不会送给玩家 让他们成为海骨公信徒的 这总会让他联想起 自己 貌似成为海骨公的教宗了这件事 而至于那120条悲剧作家的圣光印痕 我特么到底怎么才能把这些东西花掉呢 安南一时之间 就感觉自己特别 头疼 他实在是不需要谋杀他人的神术和能力 总不能全换成侦测敌意吧 那和一口气买20年训X会员有啥区别 等到几年后 他继位领东大公之后 有什么谋杀是比他一纸大公令管用的 再加上他哥的教宗令呢 再加上卡弗尼的女王令呢 再加上学长 哦 学长现在是光感司令了 他说话不管用 而至于用阴谋获得他人的秘密 安南也完全可以直接从乌鸦家那里问出来 他自家的东之手也正是做这个的 而且无面诗人也和安南挺熟的 等等 突然 安南想了起来 他好像有一面镜子 镜中人的出生之镜 又名胎盘镜 能够用来与其他神明进行沟通 只要呼唤对方的真名 就能免费召唤对方的镜中道义 虽然安南不知道悲剧作家的真名 但老祖母或是银爵应该知道 要不 给银爵打个电话 先问一下悲剧作家的真名 然后用圣光印痕作为酬劳 向这位阴谋之神 直接付费咨询一下 喂 您好 他应该也擅长这个吧 不管如何 总比这些圣光印痕烂在这里要好 安南想到这里 便决定开干 他很快就跑到礼物 把还没有撤掉的仪式改了 改 直接将镜子架了起来 第147章 找个神来上网课 镜中人的出生之镜 是一面在微光下 会呈现出淡金色的圆镜 镜面周围的装饰物 是非常普通的青铜之地 在微光下 同样闪烁着温和的淡金色光芒 看上去就像是普通人家 摆在桌子上的梳妆镜一样 如果要说有什么不同 那就是他显得格外的 甚至有些异常的心 完全没有任何磨损 也没有老化的痕迹 就像是返回到了最初的样子一般 但显然 在他诞生之初 肯定不会有那样的淡金色光辉 因为这咒误使用的时候 会让照到镜子的所有人 都失去一定的寿命 所以安南举行仪式前 便将房间内的所有人 全部都去退了 不过安南转念一想 自己似乎还不知道淫绝的真名 毕竟 安南目前最大的神秘知识来源 是他在诺亚王都 与纸鸡一同出去逛街的时候 一边买书 一边补习 学习到的东西 而在诺亚 是买不到记载淫爵士 秘密的相关点击的 那实在太犯机会了 他倒是还记得老祖母的真名 但莫名的 自己想要去找悲剧作家这件事 安南不想告诉家长 那么就只有一个答案了 博德 在吗 好久不见 天车 一个清朗的少年声音 在安南面前响起 找我有事吗 不可直视的光芒 从镜中源源不断地放出 安南根本看不到要先生的面目 不过那无所谓 反正他也早就看过了 他的记忆中 还残留着要先生的容貌和衣着呢 我想问一下 悲剧作家的真名叫什么 那头狼人 要先生的声音变得有些警惕 你找他 做什么 他可不算是什么良善之辈 我刚刚进化了一个噩梦 拿到了他许多的圣光印痕 但我不可能向他换取神术 所以我想和他做个交易 安南如实说道 如果是面对老祖母 他根本不敢实话实说 即使对赢爵士 安南也只会有选择地说实话 大致就像是面对严厉的祖母 和会带着自己出去玩 但偶尔要求 也很严格的救救时的感觉一样 但对要先生时 安南却完全没有压力 要说的话 就像是青梅竹马的林家哥哥一样 果不其然 面对安南这个说法 要先生没有神经兮兮地继续追问 他只是给出了答案 他当年入学签面 换塔之后 直到他升华 成为神明实用的名字 也就是被外人所致的名字 真名叫做迪奥尼索斯 他自己最初的名字则是莫兰波斯 除了他的父母之外 没有任何人知道 如果你的目的只是寻求帮助 那么最安全的选择是迪奥尼索斯 古中狼除了性格 带有些许狂气与野性之外 是一头性格很好的狼人 但假如你是想从他那里得到一些记忆 那么你最好呼唤莫兰波斯 索福克勒斯的性格非常恶恋 远比之前你接触过的 俯夫和海骨公都恶恋 我不建议 你与他发生任何形式的交流 奥先生的讲解非常详细 确认安南要这样做之后 他就没有阻止过一句 只是尽可能把安南会遇到的问题 和解决方法都摆出来 可以说是真实好兄弟了 非常感谢 奥先生 不谢 天车 我的兄弟 奥先生的语气 温暖明亮如太阳 你如果遇到了什么麻烦 或是有什么烦恼 哪怕只是心情不好 或是身体不舒服 也都可以呼唤我的名字 如果是你的话 我总是会有时间的 即使不在这镜子面前 只要是太阳能照到你的地方 我便始终与你同在 在奥先生说完后 那股明亮而温暖的意志力量 便从安南眼前的镜中抽走 仅是残留的余晖 便照亮了整个房间 安南早已将房门和窗户封住 仅以烛火以照亮 但如今这房中亮如白昼 光芒甚至如液体一般 从窗户与门的缝隙中向外流淌 他们自然也会在房中流淌 从安南身上的每一处缝隙中流入 或是涌出 在他眨眼的时候 甚至会从眼球与眼皮的缝隙中 挤压出液态的光 但安南却没有丝毫异装感 他只感觉到温暖的光正拥抱着自己 他不觉得这光哪里刺目 也没有感觉到皮肤上有烧着感 因为光不会伤害安南 在这些光芒与房间中四处奔流时 安南眼前也果不其然地浮现出的提示 你得到了新的标记高阶影响 流动的光芒如不及时去除 将会在8月8日时 跌入具有关键词光芒的随机噩梦中 难度扭曲中 安南知道 流动的光芒是低阶影响 狂喜的光芒的尚未影响 若是普通人使用了与药先生有关的仪式 通常就是得到这一影响 他们的脑子中会渗出光芒 需要在无光的环境内 趴在地上一段时间 才能让脑中眼底的光芒流出 否则他们就会一直感觉到莫名的狂喜 甚至可能扰乱正常的思考 而他们睁开眼睛时 所看到的一切光源都会明亮数倍 即使仅仅闭上眼睛 也不会漆黑一片 而是始终能看到爆裂的光芒 就如同水质般的光 吸在了眼球上一样 这是恩赐 也是成见 光的力量虽然不如火那样赤脸 不如霜那样无情 他看起来非常无害 如同要先生一样温暖 但想要使用光 就必须有承受光的觉悟 面对光芒时 还需要闭上眼睛来抵挡的人 无法如臂食指操纵光的力量 安南显然不在其中 名字拿到了呀 他没有过多思考 也没有犹豫 直接对着镜子呼唤出了那个名字 莫兰波斯 听得到吗 你终于愿意呼唤我了 我一直在等待着这一天 一个极具雌性的 低沉而愉快的声音 从镜子中传来 安南 领东家的安南 我们第一次见面 还是在几年前吧 下一刻 安南面前的镜子中 映出了一个中年男人的样貌 与传闻中的身穿紫袍 面容颓废 而邋遢的最久中年狼人形象 完全不符 映在安南面前的 是一个头发整齐的向后梳着 脸上挂着矜持而愉悦的笑容的中年男人 他的衣着和面容都非常干净 鼻梁高挺 眼眶深邃如深渊 穿着 类似黑色风衣 或是黑色西装的衣服 衬托出他肌肉相当实在的身体 拿上一副牌 看起来就会像是赌神 而抱着一只猫 就会像是教父 但无论如何 都无疑是一位极具男性魅力的男人 麻婆声线可还行 绝了 安南脑中第一时间浮现出的 反而是这样的念头 但还不等安南回应 悲剧作家 便像是嗅到了什么一样 轻轻抽动了一下鼻子 那姿态太过优雅 如同清秀玫瑰一般 深情 如此强烈的 光明的味道 原来如此 是要先生把我的名字给了你 悲剧作家 辱出微笑 我是得好好感谢他一番 那么 可爱的安南 你特地叫我出来 是有什么事吗 第148章 没有任何人能评论你的一生 听到悲剧作家低沉 而极具雌性的声音 安南顿时感觉到 脊背一阵发麻 发寒 如同饱寒之水的紫黑色的蛇果一般 亦或是 如同被缠绕在苹果树枝鸭上的蛇钉上一般 悲剧作家 虽然是年轻一代的神明 但从他身上传来的压迫感 却要更胜于 比他更加年长的 安南 见到过的纸鸡与石腹 单算是压力 已经接近无面诗人的那种等级了 应该说是怎样的目光呢 从中并没有恶意或是杀意 那是平静到 让人联想到午夜十分的大海般的目光 完全看不穿的黑暗之下 却闪烁着微暗的希望之光 与那种程度的神秘 与昏暗相比 反倒是那股纯彻 如孩童般的好奇与愉悦 让人感到恐惧 就像是孩童撕下蝴蝶翅膀 好奇他会如何飞行 如同孩童用果汁淹没蚂蚁窝 愉悦地看着他们溺死于恩赐 若是普通人的话 恐怕会恐惧到 连动都不能动吧 没有恐惧之情的安南 甚至都能感觉到 自己的脊背一阵阵发麻 如同电流不断窜过 让他感觉到异常的兴奋与雀跃 整个人激动到颤抖了起来 呼吸都有些粗重 甚至忍不住攥紧了拳头来泄力 我的确有事找你 在悲剧作家面前 安南没有扮演 他完全没有隐藏自己的情绪 因为那是不可能藏得住的 你不久前 刚刚给了我一大笔圣光硬痕吧 哼哼哼 没错 悲剧作家嘴角上扬 发出了低沉的笑声 你让我看了一出好戏 这正是你应得的 好戏 你自己不也清楚得很吗 这极为精巧的悲剧 如同道志的双子作伴的故事 死去的神之子 为了拯救对方 舍弃自己一切的人之子 以及在梦中为了拯救有人 而宁愿死去的神之子 缠绕于命运之上的 永无止境的牺牲之螺旋 这正是悲剧层面上的双子作 以及在割断着螺旋的瞬间 阴谋被暴露 背叛被重演 区区质子的浑浊灵魂 却在一瞬间 放出了黄金般璀璨的光芒 这正是我想看到的 说到这里 悲剧作家突然露出了 似笑非笑的面容 还有 自以为旧日的历史 早已被人忘却的某个人 突然在梦中惊觉过来 意识到自己的秘密 被人暴露 那份恐慌与不安 而从这恐慌与不安中 他又会 做出怎样的决断 是将这份情报 通知给另一个我 又或是想要与其他的自我 重新合为一体 再或是打算 亲自把得知消息的人 斩草除根 这从中会迸发出 怎样的阴谋 那正是我所好奇的 我想要看到的 悲剧的续集 他一口气说道 激动难安 无论悲剧作家在说什么 他脸上的那一抹笑意 却是始终无法彻底散去 如同被人曾以烧红的铁叉 将这份耻辱烙印于身一般 所以 我可爱的安南 他低沉的声音 萦绕在安南耳边 我给你讲上 有什么不对的吗 安南相信 若是他此刻 就在自己身边的话 一定会从身后 单手按住自己的肩膀 他的超凡感知带来的直觉 正是这样告诉他的 不止如此吧 安南却只是 直视着悲剧作家的双眼 不知是否这个镜子 有什么隐藏着的问题 安南总感觉 自己的笑容 与悲剧作家 似乎在哪里有些相似 而且在变得越发相似 他认真的向悲剧作家 询问道 你认为 关于我的故事 同样也是一出悲剧 是吗 安南是真的如此怀疑 恐怕在他当年失去记忆之前 来到诺亚王国 第一次见到卡夫妮的时候 悲剧作家 就已经注意到了 他 为了升到更高的位置 而 自愿舍弃记忆的大公之子 被真理之书 所看中的未来之神 如果说悲剧作家 本身是一个乐子人的话 那么安南成为堂皇 杰兰特之后的故事 是否也在悲剧作家的注视中呢 那可不一定 出乎预料的 悲剧作家 却坚定不移地对此 给出了否定答案 命运乃天车之辙 悲剧作家 缓缓说道 这句话 也可以理解为 命运是与天车战斗后的失败方 击倒他人不幸的命运 然后利于其上 这又何尝不是 与命运搏斗的命运剧 你的故事早已注定是一场史诗 我又怎会不去关注 而至于你这一生 是幸福还是悲惨 你这一场旅行 是志得意满 亦或是遗憾满怀 在你的故事结束之前 我是不会做出评论 将其妄字定义为悲剧的 没有任何人能评论你的一生 安南 我也不闹 悲剧作家宽和的声音 在安南耳边响起 他只是满怀喜悦 露出满足的笑意 而轻轻摊开双手 我只是在安静地喜悦而已 他缓慢地 沉重地说道 就算你今天没有呼唤我 我也一样会看着你 而露出相同的微笑 那是一份 灼热无比的爱 如同雕刻家热切地凝视着 尚未雕刻完毕的石雕木像一般 如同画家 对着凌乱不堪的色块一般 虽然看上去只是雏形 只是胡乱涂抹的 颜色 但对于创作者来说 真正想要创造出的东西 已经藏于其中了 安南意识到 悲剧作家所知道的东西 可能比自己最开始想的还要多 他恐怕一直在 关注着自己 之所以会突然给了自己 120枚圣光硬痕 终于在他面前交织合一 我要 你的圣光硬痕 可没有什么用 安南沉默了一会 直截了当地低声说道 哦 见状 悲剧作家的嘴角愈发上扬 已经这么不客气地直说了吗 你是察觉到了什么吗 安南 没错 再看到悲剧作家的最开始 安南还打算委婉一些 因为安南最开始也不确定 自己将对方刚刚赠予的圣光硬痕 再退回去 要求折现这种做法 会不会激怒对方 这种诧异 要是戈柯南事件 那安南就要荣登死者席了 但他很快意识到 悲剧作家是不会为此而发怒的 因为与特里希诺那边的事相比 他更在乎的剧本主角 正是安南自己 是的 他并非是因为特里希诺那边的噩梦 出现了有趣的变化 而赠予了安南如此之多的圣光硬痕 而是因为 让这噩梦出现了有趣变化的人是安南 究其根本 最开始 这就是悲剧作家找借口 塞给自己的圣光硬痕 这并非完全不可能 如果要说有什么错的话 那或许就是呼唤悲剧作家这件事本身了吧 但考虑到特里希诺所持有的预知能力 这真的不是悲剧作家所看到的未来吗 他正是为了如今能与安南产生对话 才送给了他这么多圣光硬痕 甚至 在更早之前 极稀有的 安南身上出现了毛骨悚然的感觉 所以他才不想再拖延时间 如果这一切都在悲剧作家的预料之中 那倒不如速战速决 第149章名 《与命的操纵者》 如果我要揭示并破解 缠绕在我身上的阴谋 需要付出多少圣光硬痕 安南询问道 面对这种堪称冒犯的询问 悲剧作家 却是完全没有生气 他只是不急不躁 笑眯眯地通过镜子望着安南 那就要看具体是什么阴谋了 阴谋这个词 如果宽泛来讲的话 那含义可就广了 光是以爱为目的 正在对你实行阴谋的人 就不下识人 还有人并不知道你的存在 而他们的阴谋 又与你相关 这算不算 假如我要将全部的东西都告诉你 那么这就不是一百多条圣光硬痕能解决的事了 这已经与阴谋这一真理密切相关了 那就一条一条来 安南毫不犹豫地答道 关于狼教授的呢 他将多灵送到我身边 是想要做什么 他成为狼教授 是想要做什么 还用问吗 悲剧作家悠然答道 你自己心里不是有答案了吗 我只以为你是乐子人 可不知道你是谜语人 安南冷声道 我是在用圣光硬痕购买答案 阁下 况且 我心里的答案可多了 甚至互相矛盾的也有 只似是硬痕 悲剧作家摇了摇手指 嘴角上扬 弗雷德里克啊 你可知道 他为何姓氏叫做狼之心 因为他真的将自己的心脏 换成了狼人的心 正如你所见 他进行了一番挺有意思的布置 又是将自己分成两半 又是切割自己的记忆 又是更换自己的名字 他就自以为 能够从我身边逃走了 怎么可能 悲剧作家这句话 没有说出口来 但嘲讽而愉快的心情 已然透过镜面 被安南从他的脸上读到 他的矜持 让他的表述 永远不会那么直截了当 我可是第一个完成了 自我切割的神 也是对名字 研究最深的神 悲剧作家 话音刚落 安南眼前才终于出现了 提示 得到神秘知识 阴谋与谋杀之神 悲剧作家的第二重真名 此神秘知识 可作为黄金皱纹 偶像学派 真名掠夺使用 不能作为影响来施展一事 也不能用来呼唤神名 悲剧作家 竟能将自己真名的神秘知识 进化到如此单纯的地步 记好 这是莫兰波斯 而不是索福克勒斯 悲剧作家伸出手指 做出了一个噤声的手势 你自然也可以用索福克勒斯 来举行仪式 但我早已不特别 将其化为神秘知识了 只有在索福克勒斯 这个名字在仪式中被念出时 他才会作为一个神秘知识 而与我对应 并在响应的瞬间 就被消耗掉 毕竟只是假名嘛 虽然被所有人知晓的假名 同样也能算是真名 但让人忘却自己的假名 也没有什么意义 而如果你有什么事 就直接呼唤我的真名 为了防止被你乱用而忘记 我就收回了这个名字上面 缠绕着的其他力量 毕竟这是除了你之外 没有人知道的名字 要先生 也因为问这个问题的人是你 才会将他告诉你的 悲剧作家悠然道 简单来说 就是索福克勒斯是办公电话 而莫兰波斯是私人电话呗 安南瞬间理解了 悲剧作家的意思 随着他与悲剧作家的对话 他越来越能理解 这种绕半个圈子 说话的风格了 不过 能够自如地操控自己真名 这一神秘知识中所掺有的力量 安南不敢说其他正神没有这项能力 毕竟听起来也没有太大作用 说不定只是他们没必要这样做 但安南也能看得出来 这的确是相当精细的手笔 所以 你也知道 他试图通过操控自己的名字 来从我身边逃走 是多愚蠢的事了吧 黑发黑眼 五官深邃的优雅中年人 露出一个嘲讽的微笑 用你们那个世界的话来说 是叫扳门弄斧 是吧 你说你的 别扯到我身上 安南冷静的一句话塞了回去 强行打断话题 所以啊 他才发现 无论如何 都不可能从我身边逃走之后 我想 他可能就有点疯了 大概 悲剧 作家脸上的笑容始终优雅 而温和 他给自己换上了狼之心 又精心操控着狼人们 试图让这些狼人 在领东宫国攫取权力 这都是 因为他在害怕我 而在他终于意识到 无论他怎样奉承我 我对他的态度 也不会变化 我也不会取走他的 性命时 他就果断将之前的阴谋放弃了 目的是为了保全自身 半途而废的阴谋 很讽刺吧 说到这里 悲剧作家轻轻摇了摇头 四有所指的说道 一个罪汉 随时能从罪意中挣脱的时候 说明他根本就没罪 只是在装罪 那与我又有什么关系 自然是想要试探一下 你到底是不是安南 领东 探真 你知道这个词的意思吧 那个小姑娘 只是一个命运探真而已 安南听到这里 立刻反应了过来 是为了让他与安南 产生因果关系 没错 你此刻使用的假身 是米开朗基罗 在升华之前的最后杰作 他是有着自我意识 能够自行驱动的 免疫 大多数先知 与偶像学派法术的 巫师型大理石墨像 虽然他不能偏斜 黄金阶的偶像法术 但是很可惜 开启自己的神之眼 来查看命运之线的法术 最高级 也不会超过白银街 也就是说 弗类德里克 是无法查看 吉兰达伊奥的命运的 命运之线 通过查看过去 来推断你的真名 因为吉兰达伊奥身上 不存在命运之线 所以无法被高级的偶像巫师 查看过去曾发生什么吗 安南很快就理解了这个问题 等等 既然如此 没错 悲剧作家抢先道 因为你收留了他 所以 安南终究还是间接地 与他发生了交集 如果吉兰达伊奥 不是安南的话 那么身家干净 又不会乱跑的小多林 已经被他送给了吉兰达伊奥 为什么他身上会出现与安南 领东相连的命运之线泥 他可不应该见过安南 领东 不对 如果是在那个时候 狼教授才终于能够开始控制安南的话 他应该已经来不及了 因为那个时候 玩家早就已经到了包执墨房 安南终于反应过来了 为什么自己会被牵引着 来到包执墨房 为何自己会通过包执墨房的梦儿 与奈菲尔塔利相识 而进一步地被牵引到了噩梦 双子座中 甚至用与昔日的两人相似的哈士奇 与十三相来破解了这一噩梦 而将狼教授藏匿于虚空的真实身份暴露出来 狼教授不可能做这种事 这对他来说完全没有好处 反而让他已经平静下来的生活再生波澜 但对悲剧作家来说 这却无疑是难得的乐子 原来 从最开始 就是你 是我 悲剧作家 坦然硬道 在你离开诺亚之前 你从纸基与无面诗人身边离开后 我就一直在注视着你 确切来说 是你在想要前往布隆菲尔德行省的剃刀领 以及他下面的包执墨房时开始 就是我在影响你在天车之书对你的保护下 我只做了一件事 那就是让你从地下王国诸多都市的选择中 一眼看中了包执墨房 仅此而已 这就已经让我竭尽全力了 之后所延伸的故事都与我无关 那是真正的命运 命运乃天车之辙 悲剧作家第二次感叹道 之所以多灵没能顺利地刺杀你 没有被操控着回传更多的情报 也没有被狼教授亲自回收 是因为他隐约察觉到了 你正沿着我给定的引入剧情而前进 他当然不敢再碰你 也不敢再把你困在地面上 浪费你的时间 第150章 新世代的神明 原来如此 如此一来 缠绕在安南心中数日的疑惑 便终于得以 开始 从安南抵达没进极地之后开始 他就已经隐约感觉到 自从安南离开诺亚之后 遇到的事都巧合得有些过分了 最开始安南以为是命运的引力 如同他之前的四面镜子一般 相逢的都是那般巧合 假如等在镜头的同样是一面镜子 那么一切就可以得到解释了 但是一直到最后 见到尼古拉斯二世 更没有遇到过自己 至今仍然不知在哪里的第六面镜子 而如果说是因为悲剧作家的执意 那么就多少可以得到解释了 不过 狼教授在逃避我吗 倒也的确是有可能的 如果他与我没有仇怨 也无法从我身上得到什么东西的话 那么他就没有必要与我为敌 安南心里想到 因为安南与德米特里有本质上的不同 他是受到悲剧作家本人关注的 狼教授弗雷德里克 早已被悲剧作家吓破了胆 无论使用何种手段 而如今早已成为了他的梦魇 所谓请神容易送神难 悲剧作家因为狼教授的异常行为 反而对他感到兴趣 如同四处拦截蚂蚁的孩童一般 饶有兴趣的在破坏着他的计划 在这种压力之下 狼教授无论接下来有什么计划 都肯定会避开安南 除了要避免安南的直接参与 甚至要刻意躲开安南 防止与他发生间接参与 这么来说 狼教授那边得到了安南命运之线的特征 反倒是一件好事 如同那些偶像巫师 准备谋杀一个人的时候 如果他们事先知晓一些 大人物和名侦探的命运之线 大可让他们避开这件事 这可比隐藏证据要简单 直接的多了 狼教授的问题 可以说暂时算是解决了 至少在他的计划必须 涉及到安南之前 恐怕会一直离安南远远的了 我还有一个疑问 于是安南抬起头来继续询问道 哦 镜中的悲剧作家嘴角上扬 就只有一个了吗 我们一个一个来 安南没有理会他的问题 跟着他的节奏走 而是自顾自的说道 诺亚那边 肥力王子 是你的信徒对吧 这个问题价值40枚印痕 悲剧作家悠然达到 安南微微眯起眼睛 不管我问你 什么 都是40枚印痕对吧 没错 悲剧作家毫不遮掩 只是坦然的点了点头 你能够问我的 必须问我的 也只有这三个问题而已 我可以直接告诉你想要的最终答案 你不用多绕圈子 我并不会支持肥力取得王位 持悲女也同样不会 这个答案 让安南稍微松了口气 卡弗妮本就是孤身一人 不像是长公主那样 有老一代朝臣们和军队的支持 也不像是三王子肥力那样 养着诸多的超凡者和仪式师 还有悲剧作家 俯夫和持悲女三位 在俯夫离开后 是两位神明作为靠山 可支持卡弗妮的 尤其只有银爵教会 银爵教会对他的支持 一方面是基于他父亲 对银爵教会的友善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安南 然而安南 也不能对此进行过多的干涉 至少在卡弗妮独自取得优势前 作为领动大功继承人的安南 不能在名面上插手 否则的话 就等于是将只向卡弗妮心脏的匕首 递到了其他两人手中 一位王 或许可以不那么仁慈 也或许可以不那么英明 但如果国王可能是异国 甚至是敌国所操控着的 言听计从的傀儡的话 那么就等于是一票否决了 而在安南不插手的情况下 光是银爵教会 能够帮助卡弗妮 抵抗其他两人的公事吗 虽然已经离开了诺亚 但安南还是有些担心 听到了悲剧作家的沉默 安南这边终于是能松一口气了 这说明两位神明对肥利的支持度 没有安南想象的那么深 至少算不得是靠山 既然肥利那边得不到悲剧作家的支援 那光凭肥利的个人能力 他很难与卡弗妮抵抗 至少可以防止卡弗妮被谋杀 至少在阴谋与谋杀的本质全能上 安南还是非常忌惮悲剧作家的 不愧是曾经在黄金街 就以自立为神 与渊伟侯应该都算是新世代神明中的顶尖水平了 他们都是在第三世代及以后诞生的神明 从第二世代再往前的历史 本身就属于神秘知识 因此凡人的历史学家无论多么优秀 也至多只能探索到第三世代 再往前探索禁忌的知识 就只会因他们而发疯 而神明的分界线 也正是从第三世代开始 想要升华成为神明 其中两个因素是创造的工作 与至高的冠冕 必须完成唯有自身才能完成的伟业 且在某个领域抵达绝对的世界第一 这意味着 所有的神明在他们所在的历史中 都是举世无双的人节 因此 从第三世代往后的历史记载中 便或多或少可以看到某位神明的踪迹 即使关于他们的知识 都应涉及到神秘而被删去 但在凡人所看到的历史中 也能隐约看到关于他们的故事 比如说 某位在所有的剑术比赛中都获得冠军的精灵 连亚翁也曾现身赞叹的建筑家所设计的建筑 如果是精通神秘知识的博学知识 自然也可以从这零碎的记载中 找寻到新世代神明的足迹 而第二世代及以前的神明 就绝对找寻不到他们成为神以前的故事 甚至有一些古神 就连自己的名字都已失去了传承 光是知晓他们的存在 都算是获得了神秘知识 也因此而成为了被人所忘却的神明 不像是新世代的神明 他们甚至会做一些戏剧和传说的主角 而被人们传送和熟知 悲剧作家 也是其中相当被人熟知的那一类 几乎所有的谋杀者和阴谋家 都会在暗中祭拜悲剧作家 甚至在一些小地方 还存在着 只要发现某人祭拜悲剧作家 就可以直接判断 他是杀人凶手的断案习俗 而如果他们能够设计完美的杀人方式 并脱身 便会得到悲剧作家的圣光印痕作为奖励 当然 如果能完美地破解阴谋或是谋杀 同样也会被悲剧作家赠予圣光印痕 后者一旦出现 就会被立刻召集记者 说明圣光印痕的来源 这也是安南完全不想要 保留这些圣光印痕 也不想把他们赐予玩家们的原因 一旦悲剧作家的圣光印痕和神术被发现 而且 之前没有报道流荡的话 那就意味着 这个人曾经大概率发起过阴谋 或是谋杀 那就叫黄泥掉在裤裆里 不是死也是死了 最后的关于